OK 大家好 我是奇異果官的林婷芸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浩浩的宝贝帽子 有一天小熊花花生日 奶奶送她了一顶帽子 她很喜欢这一顶帽子 想要明天带去学校 第二天早上 她走着走着 遇到了小迷路 小迷路说 哇 花花 你的帽子好漂亮哦 可不可以借我戴一下 花花说 不行不行 就是我怕会把你的鹿角刺破掉 花花说 小迷路说才不会了 她就生气的走了 花花走着走着 遇到了小猴子 小猴子跟花花说 花花你的帽子好漂亮哦 可不可以借我戴一下 花花说 不行不行 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 花花还没说完 小猴子就说 小气 不要借着说医生了 干嘛 干嘛讲那么多 她就走了 花花很伤心地走着走着 遇到了小狐狸 小狐狸说 花花你怎么那么难过 花花就把经过的事情告诉小狐狸 上课时 老师教他们做唐图课 小迷路做了一个 淡淡的花园 小狐狸说 可不可以借我奶一下 小迷路就说 不行不行 我怕你会把她摔破掉 小狐狸说 那我在旁边等好了 那你知道花花不借你帽子的心情了吗 下课时 大家跑到敲敲门 猴子跑得很快很快 就抢到了带秋千 小迷路说 可不可以借我奶一下 猴子说 不行不行 我跑很快很快 才抢到的蛋秋千 小迷路说 那我在旁边等好了 那你知道 花花不借你帽子的心情了吗 小狐狸 小迷路和小猴子 都跑去找花花说 花花对不起 我们两个不应该抢过你 给我们帽子戴 花花说 没关系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 这一顶帽子 才不给别人戴得爱 谢谢大家 好可岂 谢谢大家 好可不可以 好可不可以 我小辣的大学 谢谢大家